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汉说 老夫漂泊在外 没有住所 暂时借此处安顿家校 既然蒙你光临 请喝一杯山茶 全当喝酒 便把客人迎进寺院 冯生看见大殿后面有个院子 铺着光滑平整的石板路 在没有丛生的杂草 进到屋里 却是帘木床杖 香气喜人 入座后 老汉陈述姓名说 老汉姓心 冯生借着醉意突然问新老人说 听说你有一位女子 没遇到合适的配偶 逼人不穿冒昧 愿意自媒求婚 新老人面带笑容地说 容我与老妻商量 冯生当即要来笔 写了一首诗 千金蜜玉杵 殷勤手自将 云英如有意 亲为导元霜 新老人笑着交给身边的人 不一会儿 有一个丫鬟在新老人耳边说了些什么 新老人站起身来请冯生耐心地坐一会儿 自己掀开账目进了礼物 只听得隐隐约约说了几句话 便快步走了出来 冯生心想一定会有佳音 新老人却坐下来跟他说说笑笑 不再说别的 冯生忍耐不住 问道 不知您一字如何 希望能消除我的疑虑 新老人说 您是卓尔不群的人物 我久以仰慕您的风采 但是我有些心里话不便说出 冯生再三请他快说 新老人说 我有十九个女儿 嫁出去十二个 嫁女的事都有老机管 老夫不参与 冯生说 小生只要今天早晨领着小丫环踩着露水赶路的那位 新老人不搭枪 两个相对沉默无疑 这时冯生听见屋里传来轻易交谈的细语 借着醉意掀开帘子说 既然不能成为夫妻 也应看看容貌 以解除我的遗憾 礼物的人听到连沟响动 都站在那里惊愕地看着冯生 其中果然有一位红衣女子 抖着衣袖低着头 体态轻盈黏着衣袋的站在那里 看见冯生进来 满屋的人都惊慌失措 新老人大怒 让几个人把冯生拽了出去 冯生愈发醉意上冲 一头倒在杂草丛中 瓦片十块雨点般打来 幸好没有打在身上 躺了一些时间 冯生听剑驴还在路边吃草 就起身跨上驴背 亮亮呛呛地上了路 夜色迷蒙 错误地走进一条西建山谷中 在那里廊下跑 猫头鹰在叫 吓得他毛发直树 浑身发抖 他迟出不前 茫然四顾 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他远远望见苍茫的树林里灯火眼影 估计一定有一个村落 便赶快前去投诉 冯生抬头看见一户人家高高的大门 便用鞭子敲门 里面有人问冯生说 你是哪里来的客人 半夜到这里来 冯生已迷路相告 问话的人说 等我告知主人 冯生小心站在那里 期待着响响 忽然听见开锁开门的声音 一个健壮的仆人走出来 替客人牵履 冯生进门后 看见房屋非常华美 躺上点着灯火 刚坐了一会儿 有一位妇女出来问客人的姓名 冯生当即相告 过了一段时间 几名丫鬟把一位老太太扶出来说 军军道 冯生起身站立 端正荣仪就要行李 老太太连忙阻止 让她坐下 对她说 你莫不是冯云子的孙子吗 冯生说 是 老太太说 你应是我的远房外孙 我一生将过 残年将近 骨肉之间很少见面 冯生说 我从小失去附近 与我祖父相处的人 世人中不认识一人 平常从未能够败望 请您指示我 老太太说 你自己会知道的 冯生不敢再问 坐在对面猜了想去 老太太问 外孙你怎么深夜到这里来 冯生一向夸耀自己有胆量 便把自己遇到的情景一一讲述出来 老太太笑着说 这是大好事 何况你是名士 一点也不玷污殷亲 野狐狸精怎能硬要自高自大 你别担心 我能为你成就这段姻缘 冯生连声称是感谢 老太太看着身边的人说 我没想到新家的女儿竟长得这么漂亮 丫鬟说 她家有十九个女儿 都风流潇洒 饶有风韵 不知公子要娶的是第几个 冯生说 年纪大约十五岁多谢的那个 丫鬟说 这是十四娘 三月间她曾跟母亲来给郡君祝寿 怎么忘了 老太太说 莫不是邪的墓底 露刻着连扮花纹 里面装了香粉 蒙着杀金走路的那个 丫鬟说 对 老太太说 这丫头特别会别出心裁 耍娇妹 弄乖巧 不过的却调咬多姿 外孙的眼光不差 便对丫鬟说 可以打发小黎奴把她叫来 丫鬟答应了一声 便前去叫人 过了一段时间 丫鬟进来禀告 新家十四娘已经叫来了 旋即看见一位红衣女子向老太太俯身下拜 老太太把她拽起来说 以后你是我家的外孙媳妇 不必行丫鬟的礼 新十四娘站起身来 体态轻盈优雅地站在那里 红袖低垂 老太太理一理她的病发 碾一碾她的耳环 说 十四娘最近在家做什么活 新十四娘低着头回答说 闲时只是刺绣 回头看见冯生 羞涩不安 老太太说 这是我外孙 他满心要跟你结婚 为什么让他迷路 一整夜都在溪谷里乱窜 十四娘低头无矣 老太太说 我叫你来 没别的 我想为我外孙做媒 新十四娘仍然保持沉默 老太太吩咐扫握她 铺被褥 当即成金 新十四娘腼腆地说 我要回去告诉父母 老太太说 我为你做媒 错得了吗 新十四娘说 俊军的命令 父母当然不敢违抗 但是如此草率 即使我死了 也不敢从命 老太太笑了笑说 小女孩稚气不可屈 真是我的外孙媳妇 便在新十四娘头上 拔下一朵金花 交给冯生收藏 命冯生回家查阅历书 找一个吉日良辰作为婚妻 随即打发丫鬟 把新十四娘送回 这时 只听见远处的熊鸡 已在报小 老太太派人千驴 送冯生出门 出门几步以外 冯生猛然回头一看 村庄的房舍已经消失 只见松树秋树黑压压的 刺棚草满满的 覆盖着一座坟墓而已 冯生定神 默想了一段时间 才想起这里是薛尚书的坟墓 薛尚书是冯生已故的祖母的弟弟 所以薛老太太叫他外孙 冯生心里明白自己遇到了鬼 但仍不知道新十四娘是什么人 他爱声叹气地回到家里 漫不经心地选了一个吉日 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但心中仍有疑虑 担心和鬼妇的婚约不靠谱 他再去寺院 只见那里电雨荒凉 向居民打听 说是寺中往往出现狐狸 他暗中想 如能得到这位美丽女子 即使是狐狸也挺好 到了结婚那一天 冯生把房屋道路打扫干净 派仆人轮流等候 那美丽女子的到来 但直至半夜 仍然生计耀然 冯生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 不一会儿 门外人声喧哗 冯生她的邪出屋一看 只见花轿已经停在院里 押回一把新十四娘 搀扶到青炉里坐下 嫁妆也没有多余的东西 只有两个大胡子奴仆 扛了一个瓮般大小的存钱罐子 卸下来放在堂屋的角落里 冯生未得到一个漂亮的媳妇而高兴 并没有遗迹 新十四娘不是人类 他问新十四娘说 一个死鬼 你家为什么对她那么百般顺从 新十四娘说 薛尚书如今当了五兜循环时 几百里以内的鬼狐 都是她的侍从护卫 所以通常回幕的时间很少 冯生没忘记自己的媒人 第二天便前去祭奠薛尚书的坟墓 回家后 看见两个丫鬟拿着贝锦前来祝贺 把贝锦放在己岸上便走了 冯生告知新十四娘 新十四娘一看贝锦 说这是郡君家的东西 本县有一位通正是楚某的儿子 小时与冯生是同学 关系亲近 楚公子听说冯生娶的是无妻 婚后三天送来酒时 随即到冯家举杯祝贺 过了几天 楚公子又送遍条教冯生去喝酒 新十四娘闻讯对冯生说 前几天楚公子前来时 我从墙缝中偷看 此人吼眼睛 应勾鼻 跟他不能过多往来 最好别去 冯生同意不去 第二天 楚公子登门来责问失约之罪 并送来新座 冯生评论中含有嘲笑 楚公子大为惭愧 两人不欢而散 冯生回屋后笑着叙述其事 新十四娘面色凄惨地说 楚公子狠如豺狼 不可亲近 你不听我的话将会祸难临头 冯生只是笑笑 表示感谢 后来 冯生见到楚公子总是恭维地说笑 以前的嫌隙渐渐消除了 市值提督学政主持考试 楚公子考了第一 冯生考第二 楚公子沾沾自喜 派人来邀请冯生喝酒 冯生表示推辞 经过多次邀请才答应 到场后才发现 这是楚公子的生日 宾客满堂 宴席非常丰盛 楚公子拿出试卷给冯生看 亲朋好友肩并肩凑上来 欣赏赞叹 酒过数询 堂上奏起音乐 吹吹打打 音调粗也 宾主都很高兴 忽然 楚公子对冯生说 宴雨说 考场中末论文 现在知道这话大错特错 我能排在你之前 却是因为开头几句话略高一筹 楚公子说完 满座宾客称赞不已 冯生最醒后 忍不住大笑道 现在你还以为是你的 才能让你得敌一吗 冯生说完 满座宾客脸色都变了 楚公子感到羞残和愤恨 无言以对 客人渐渐散去 冯生也趁机逃离 冯生酒醒后 深感悔言 将事情告诉了心十四娘 心十四娘不悦地说 你真是个乡下没见识的 清泊子弟 用清泊的态度对待君子 会使自己丧失德行 用来对待小人 就会给自己招惹杀身之祸 你离祸时已经不远了 我不忍心看你衰落破败 请让我现在就跟你分手 冯生心生恐惧 脸上流下眼泪 并向心十四娘表明回忆 心十四娘说 如果你希望我留下 那就约定从现在起不出门 不交际 不随意喝酒 冯生答应了她的要求 心十四娘操家勤俭 处事利落 每天从事纺织和织布 她时常回她父母家 但从不过夜 她也定期拿出钱 才维持生计 有剩余的钱 就存入大罐子中 她整天关起门来 有人来访就让仆人聚见 一天 楚公子派人送下来 心十四娘将心烧掉 没告诉冯生 第二天 冯生出门进城吊丧 在死者家中 遇见了楚公子 楚公子 拉住她的胳膊 苦苦相腰 冯生找借口推辞 楚公子让马夫 替冯生牵马 簇拥着她走 到了楚家 楚公子立刻安排 丰盛的酒食 冯生再次表示 要早点回家 楚公子不断拦阻 还让机械谈争 冯生素来放荡不羁 近来受到囚禁 感到非常无聊 现在忽然有喝酒的机会 极大兴致起来 不再理会 心十四娘的嘱托 于是她喝得大醉 在席间猛然倒下 楚公子的妻子 阮氏最为凶悍妒疾 家中的侍女和妾氏 都不敢打扮装饰 前一天 有一个侍女进了书斋 被阮氏撞见 用木杖打她的头部 打得脑僵蹦裂 当场死亡 楚公子对冯生的嘲弄和伤害 充满了仇恨 每天都想要报复 于是图谋利用九把冯生灌醉 以此加以诬险 此时 楚公子趁冯生最熟睡时 将侍女的尸体搬到床上 关上房门 自行离去 在清晨时分 逢生酒醒过来 才发现自己躺在桌案上 她站起来找床和枕头 却发现脚被什么东西缠住 用手摸了一下 发现是一个人 她以为是主人派来陪她睡的仆人 她试着用脚踢这个人 但对方完全不动 身体已僵硬 她感到极度恐惧 跑出门大声尖叫 仆人们纷纷上前 点燃灯火一看 发现了尸体 便抓住冯生 愤怒地谴责 楚公子出来验尸 污指冯生强暴 并杀害了那个女士 将她送到广平县 过了一天 新十四娘才听到消息 她流着泪说 我早就知道今天会来 便按日给冯生送些钱去 冯生见了浮衍 无法辩解 早晚遭受拷打 被打得体无完覆 新十四娘亲自前往看望 冯生见面后 悲愈的冤气堵在心中 说不出话来 新十四娘知道 设下的陷阱已经很深 劝冯生无辜认罪 以免受刑 冯生流着眼泪表示听命 新十四娘往来 于自己的家与监牢之间 人们近在咫尺也看不见她 她回到家中 叹息不止 急忙把丫鬟打发出去 独自住了几天 她又托媒婆 买了一个良家女子 名叫璐 一道结发插簪的年龄 容貌颇为漂亮 她与璐儿同请共识 对璐儿的关怀爱护 超过所有的普从 冯生承认了 酒后误杀丫鬟的罪名 被判为绞刑 仆人把得到的消息带回 一边说一边哭 气不成声 新十四娘听后神色坦然 好像并不介意 不久秋天处 绝犯人的日子临近 新十四娘开始惶恐不安 交集奔走 昼去夜来 脚步不停 每当寂静无人时 就呜呜夜夜 悲切哀痛 以致睡眠与饮食大减 一天午后身时 原先派出的狐女丫鬟忽然赶了回来 新十四娘立即站起身来 领她到没人的屋里交谈 出屋后笑容满面 像平时一样料理家屋去了 第二天 仆人前往监牢 逢生烧话要新十四娘前去做最后的告别 仆人回来复命 新十四娘随便应了一声 也不悲痛 很冷淡地放在一边 家人都暗中议论她心态狠 忽然街头沸沸扬扬的传言 通正使出某阁职 平阳观察使奉特职来办冯生的案件 仆人闻讯大喜 告知新十四娘 新十四娘也很高兴 立即派人到府衙去探望冯生 而冯生已经出狱 主仆悲喜交集 不久 官府将楚公子捉拿到案 已经审讯尽的事情 冯生立刻被释放回家 冯生回家 见到新十四娘 哭得泪水连连 新十四娘面对冯生 也露出悲苦之色 难过完了 又高兴起来 但冯生始终不知道自己的案子 是如何让皇上知道的 新十四娘笑止丫鬟说 这就是你的功臣 冯生惊愕地问其中的缘由 在此之前 新十四娘打发丫鬟赶赴燕京 想直达皇宫 为逢生申冤 丫鬟赶到后 发现宫中有神守护 只好在玉钩间徘徊 好几个月也进不去 丫鬟害怕误事 正想回来再做计谋 忽然听说当今的皇上 将要寻幸大同 于是丫鬟预先赶到大同 扮作流落至此的妓女 皇上来到妓院 丫鬟极受宠爱眷顾 皇上觉得丫鬟不像风尘女子 丫鬟于是低头流泪 皇上问 你有什么冤枉苦楚 丫鬟回答 我原籍隶属广平县 是生缘冯某的女儿 父亲因冤狱将被处死 于是把我迈进妓院 皇上面色凄惨 赐给黄金白两 离行前 皇上详细询问了案件的始末 拿支笔记下姓名 并说想与丫鬟共享富贵 丫鬟说我只求妇女团聚 不愿华一美食 皇上点头首肯 丫鬟于是离去 丫鬟把这些情况告诉冯生 冯生急忙下败 两眼泪光闪闪 没有过多的时间 新十四娘突然对冯生说 我若不是为了这段情缘 我又何必招来这么多烦恼呢 当你被捕时 我奔走在亲人之间 但却没有人为我出些主意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痛苦 却无处倾诉 现在我对这个世俗 感到厌烦和苦痛 我已经为你找到一个称心的配偶 我们可以从此分别了 冯生听后 乌夜不止 贵妇在地 新十四娘才没有离去 夜里 新十四娘让陆尔陪冯生睡 但冯生拒绝接受 第二天一大早 冯生看到新十四娘的容貌 变得暗淡 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月 她逐渐衰老 半年后脸色苍白 像一个村庄里的老太太 然而冯生依然真心爱的 从未动摇 这时她又突然告别 并说 你已经有心爱的伴侣 为什么还要我这个丑陋的老婆 冯生伤心的哭泣 依然像以前一样对她好 过了一个月 新十四娘突然生病 不愿进食 虚弱地躺在房中 冯生照顾她 像带父母一般 然而无论使用什么巫术或药物 都无法治好新十四娘的病 她最终离世了 冯生伤痛万分 拿着皇上赐给丫鬟的钱 为新十四娘办理了葬礼和祭祀 过了几天 丫鬟也离开了 于是冯生和陆尔结为夫妻 一年后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然而接连几年收成欠家 家境更加困顿 夫妻俩无计可施 整天忧虑 他们突然想起堂屋角落的储蓄罐 过去经常看新十四娘往里投钱 不知道是否还有剩下 走近一看 发现里头摆满了将冈和盐谈 他们挪开这些物品 拿筷子插进大储蓄罐 发现里面坚硬无比 无法插进去 他们砸碎了罐子 金钱散落一地 从此之后立刻变得富裕起来 后来老仆到了太化山 看到新十四娘齐青罗 丫鬟齐驴跟随其后 新十四娘问 逢生平安吗 并说 请告诉你的主人 我已经成仙了 说完后消失无踪 作者说 轻率的言辞多出于读书人 这是君子所痛心的 我自己也曾经遭受过 被责备轻服话语的罪名 尽管被冤枉已经太迂腐 然而我仍然刻苦自立 希望能提高自己的修养 努力成为君子 至于是灾事服就不去管他了 就像冯生这样的人 一句不留神的话 差点让他丧命 如果不是有一位先妻相伴 他怎么能够从牢狱中逃脱 重新在世俗生活下去呢 真是太可怕了 新十四娘 这位善良的狐仙 她的善行和对修道成仙的追求 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她的善良和慈悲 以及她对人间的理解和接纳 都让我深感触动 蒲松玲的叙事技巧 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使得她的作品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她通过新十四娘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善良和慈悲的力量 以及追求真理和理想的重要 这些主题在她的作品中 得到了深度的探讨 使得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更是一个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反思 总体来说 我认为新十四娘 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 她的故事情节吸引人 人物塑造生动 主题深刻 我相信每一位读者 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 都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感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